台北桃源的防疫旅馆先后都传出了同层的居隔者感染的案例 那么春节的返乡潮在即 民众非常担心 说这个诺富特群聚危机会被重演 指挥中心也紧急的补破网 宣布即刻起要来加强春节检疫的强度 所以返台的旅客 不管选择的是ABC哪一种方案 整个筛减的次数都要增加到6次 而其中在7加7加7这个方案 同住家人还要自费快筛两次 防堵病毒进入社区 不过有专家就直接建议了 因为现在不断地出现了这个群聚事件 所以防疫天数应该直接地回归到14加7 北桃防疫旅馆都传交叉感染危机 指挥中心经济补破网 要增强春节防疫专案力度 返台旅客无论选择ABC哪个方案 筛减次数增加到6次 就是要做6次的检验 可能在第一关进来的时候 还没有被检验出来的 及早来发现 那这样子会降低防疫旅速内的一个风险 三大方案摊开看 从入境开始的第一关PCR 到入住防疫旅馆检疫所的第三天 做一次公费快筛 第七天A B方案民众再快筛一次 选择7加7加7的旅客 必须在返家前的前一天进行PCR采检 返台的第10天分别再进行一次PCR公费快筛 13至14天再验一次PCR顺利解割后 进入到自主健康管理期间的第21天 还要再做一次公费快筛 同时间C方案的同住家人 也必须在亲友返家的第三跟第七天 进行自费快筛 确保没有发生交叉感染 地方可能会有不定期的一个查核 那这次我们又准备再全面的再查核一次 不断的有这样的群体感染 那恐怕就是要再提升我们的防疫规格 那么可能还是要修正回来 原来14加7 村节返乡潮在急 就怕诺夫特群聚危机重演 指挥中心不得不调整防疫强度 严守社区最后一道防线 借台北综合报道